跟曾主委 请高部长曾主委 这位一早 两位早啊 每次在不同的这个场合 我都提到慕兵制的问题 我高度的关心慕兵制 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 本期也一再的提示 也一再的讲 慕兵制跟曾兵制是截然不同的 曾兵是义务 慕兵是职业 或者是职业的一个选择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 两位认同吗 认同 认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慕兵制按照现在的筹法 你认为可以顺利的完成吗 高部长 我认为这是一个 在整个大环境问题 就是说 这个 我要问这个问题之前 就是我们目前的 曾兵制走得下去吗 今天是因为曾兵制产生了问题 才必须转型改为慕兵制 如果今天的曾兵制 仍然恢复到 能够维持到两年 我们不必把它转为 仅为慕兵制 你这个问题啊 我非常清楚 就是我常常讲的 非专业的手伸到专业的里面 让它变成今天这个状况 但是目前来讲 没有回头路 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 勇往直前 才能够解决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 是 所以我想 这个事情不是无解 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 我常常讲 我们国防部 是用着年轻人的 轻障年这一段 而退附会 你是来完成 他的壮老年那一段 你们两个的接轨 为什么始终弄不到一起去呢 你看你们的报告 国防部的 未来的动向 本部期待 与退附会 整合建立辅导就业平台 几年了 从总统宣布 要推动务兵制 到现在已经第六年了 第六年还在期待 我感觉很不解 这到底是我们 国防部没有做 他是退不被排斥 我请问郑主委 有关这些辅导就业的事情 我们不会跟国防部 有排斥的作用 而且事实上 我们也跟国防部这边 都开过了两次以上的会议 来讨论这些事情 六年了两次过吗 你两次能解决问题吗 以往四年中间 我们不晓得 最近呢 慕兵制开始 推动这政策以后 跟国防部这边 为了就学就业这一块 我们已经在密切的接触 但是为了慕兵制这一块 开的会议不下二三十次 我想 公开会没有解决问题 这个会是白开的 我们希望 我想在各种场合 我都提到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非常 要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北京以下也常常讲 我们要有达成任务 强烈的工作意愿 你现在看不到 有强烈的工作意愿 我今天不是讲过两位听 我也讲过我们两个 待会的幕僚群听 不可以跳票 不论我们会变成 历史的罪人 最不会的通人 你也是出脚 你不是配脚 你好像老是别人的事情 这是你的本物 退补会的成立 是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当初是为一代老兵做的 一代老兵退休以后 你应该是功成身退 为什么还要存在 二代老兵出来了 你怎么样让人家的子弟放心 能够交给部队 服完医以后后面有一个工作做 这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刚才有委员讲 本系不认同 关聚在哪里 职业没有高低啊 我们不能够有职业群士啊 最近我们不是看了电视吗 博士卖鸡盘有什么不对啊 清洁工硕士去考有什么不对啊 职业是需要的都应该要有嘛 职业不能有高低啊 但是我们国防部战斗官客的成员 你要优先来加以考虑 优先来加以任用 因为这是部队的核心 部队的骨干 没有他你就没有办法成军了嘛 非战斗官客的 他原来就有专长的 我们只要能够召家辅导 他就能够就业啊 这个问题并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针对性的 你可能所有都管 这部位你也管不了 但是你有针对性的 你要面对问题解决啊 所以我是希望 就对付卫尔研 你现在不需要修法 可以做的 有没有这个项目啊 请问郑主委 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的辅导就业中间 对外面就会外就业这一块啊 是持续一直在做到的 好 怎样有这个意愿 我们会针对他的需求 各地区都有融服处 都可以在相关的民间厂商中间 马上安排 跟他推荐就业 我认为就这项而言 对付卫尔 今天在此也讲了 我希望官方部高部长 你针对这个优先来处理 你们相关的东西 来优先来考量 这样子你们在协调方面 有没有困难 我给委员做一个说明 今天这个辅导会做任何事情 我个人在辅导会服务过四年 已经要依法 今天辅导会 虽然叫国军 国军推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 可是他服务的对象 是以荣民身份为主 那今天问题就是说 过去 在民国九十五年 这个法没有修之前 服务满三年的士兵 这是比到当年来台湾的这些老兵一样 三年就可以变成农民的身份 所以他是他照顾的对象之一 在九十五年我们修了 士兵士官跟军官 都必须要满十年才能变成农民 我们现在的士兵 高中毕业服务四年 他退伍了 这些人 我们希望要照顾 怎么做 我在会里面的时候就提出来 如何学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把他做到分类分籍 这些人 美国是 国民教育 十二年 都是高中毕业以上才去当兵 他最重要就是让他去求一个职业 在之前要让他去读书嘛 所以他的大兵法案 是他稳定中产阶级 最稳定的一个力量 所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部分 他稳定他的社会 就是靠这一个就学 那这个部分我们如何让他读书 获得一技之长 这才是我们面对这个部分 我们又推动了现在十二年的 这个国民教育 将来当兵的都是十二年 都是高中毕业以上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在辅导会的时候 就跟广部做一个共同的研究 怎么样来切割 来结合 如果说不把这一个距离缩短 还是用荣民的观念来看退伍的士兵 不像军官有军官的需求 士官有士官的需求 士兵有士兵的需求 这个部分各部会如果不能够共同来面对 靠国防部一个单位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对我同意你啊 我想木兵支持整个我们政府机制 大家共同的不分朝野应该共同来努力 是以修法的问题你要提出来啊 当年九十五年没有木兵制 现在有了木兵制 这个障碍形成了 我们就要直接面对这个障碍 来解决问题啊 怎么样让这个救阴 能够让他能够愿意 除了四年以外 还能够再继续服育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 我们也了解 以前三年的兵 对不对 两年育加一年三年 话句话说你第四年 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成熟的老兵呢 当然 他在这个职务上面服务的时间越长 那越有战力啊 那有什么诱营呢 他未来有驱逐 他就有诱营了 美军能够做到 这是可以借进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 哪些东西是适合我们现在可以引进的 我们就给它引进过来啊 那输入两个单位跨部位的 那我们就共同来努力啊 需要立法院配合的 我们也愿意促成啊 那不可以现在这种状况 我们来讲呢 不上不下 如果说你不上不下 那你玩不下弄不下去 那你宣布 莫平治搞不下去 那你宣布啊 脱不是办法 我的感觉是在脱 我们不希望脱 我相信你也不会脱 但是现在这种状况 它就变成自然形成在脱 到那个时候 你招不到人的时候 现在来讲已经是很困难了 我也了解 我也了解 我们要想维持现况都很难了 因为你现在的兵 有很多是大战兵啊 甚至于研究所来当兵啊 你未来有吗 统统没有啊 你买了这么多高价值的装备 没有人操作有什么用 没有合格的操作有什么用 那谁来完成 你退补会 要给他一个合理的去处啊 所以你未来的工作 有退补会的选项 不是只有所谓的保全 而只有劳务 不是啊 当年退补会成立的时候 他也分成高中低资 各种的需求啊 你也要现在来讲 也要需要符合现在 莫平治的需要 以及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 共同努力啊 有很多事业 是应该掌握在政府机构的 这不会 郑主委你同意吗 呃 跟委员报告 您刚才讲的这一件 我们完全同意 但是今天这边谈的呢 当初只是说 以国防部为外的后勤业务 这几项来做研究 所以这后勤几项以外的 我们本来的作业啊 都有 所以像就学这一块的 奖助学金的这一块 全额补助的这块 我们在我们的 木兵那个 分类分极式的一些 配套的措施里面啊 我们都已经列进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报告中间 并没有把这一块区块 放在这里面 我本身最关心的啊 我是整体来讲 后勤委外 是木兵制其中之一项 不是唯一 我们整个的结构 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 我们有难得的今天这个机会 两位都在的机会 两个单位 幕僚行都在的机会 我要明确的讲 我们不能够当历史的罪人 不能够当国军的罪人啊 那我们怎么样不当罪人呢 就要全力以赴 要求达成任务的强烈的工作意愿 而不是现在这种态度 两位同意吗 我支持委员的这个指导 我想这个张天佑本身愿意来配合 担任这个连结器啊 我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 克服一切的困难 你像美军来讲的话 他已经走出来了 他的木兵制已经走出来了 我们现在还在摸索阶段 摸索阶段是很痛苦的 但是只要努力 没有达成不了的 谢谢